而这个石门水库呢 今天上午已经接近满水位了 为了维护水库的结构安全 今天上午进行了调节性的排红 所以请下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 连线记者林维帆带我们来关心维帆 而主播目前桃园石门水库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雨是不停的在下呢 也因为水库的水位呢 即将接近满水位 就在刚刚水库进行了调节性的排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呢 是直接沿着路面慢慢的蔓延过来 把路面变成就像条小河一样 不过虽然呢这个排红的场景 这个画面呢是相当的壮观 经营了不少民众 就算撑伞也要前来观看 甚至还有民众就直接在出水口拍照留念 只是台风天啊 还是要提醒民众多多注意自身安全 以上是目前最新情形 好 这石门水库呢 因为达了满水位 所以泄红啊 大家抢了拍照 但是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5月 4月 4月 5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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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月 7月